週末的竹東鎮上 聚集了泰雅 賽夏 客家 閩南外省的遊客 坐在一起聊天交流 這裡是瓦吉散 作為新竹首座園民產銷園區 以原住民文化為底蘊 融入在地文化創意 持續聚集力量 我妹妹的名字 但就原住民的意思就是很甜 甜的意思 就希望大家來這裡可以好好說話 然後聊天就心裡都很甜 原住民青年創業家 在園區內打造全新空間開幕 不只經營餐飲 更是在地樂舞及團體 學習傳統排練放鬆的重要場域 那舞蹈其實 最能夠表現出原住民的文化特色 因為藉由舞蹈音樂 可以讓更多人看到之外 我們也間接的 有做到傳承這樣子 讓更多的孩子 能夠因為我們的這樣的一個 團隊的一個力量 那也希望讓年輕人 或者是更小的孩子們 能夠看到說原住民的文化 其實一直都在 在都會區已經 比較可能像在山上 大家可以聚在一起的感覺 那如果在都會區 剛好有這個環境的話 就可以大家在外面工作以外 還可以來到這個地方 找回在部落的感覺 族人離開部落打拼 下班後想再聚首 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位在竹東火車站西側的挖吉傘 作為新竹縣首間原住民族 產銷園區 除了培植原住民業者 去年園區店家更共組舞團 希望在都會區也能持續 傳承文化力量 我想我們的生活圈就是 竹東 武蜂跟堅持 這個是我們練的 是大家彼此經濟聯繫在一起 我家六個人 四個人估計是在武蜂 他全部住在竹東 大家就可以知道 我們是一個生活圈 而且是律師經濟聯繫 其實族群是這三個鄉鎮 非常堅持 不同族群都可以尊重 其他族群的中央 跟他的聯繫 新竹兩大元鄉 越來越多族人移居竹東 根據竹東鎮護鎮事務所統計 截至今年3月為止 涉及在竹東的原住民人口數 就有4546人 再加上尚未涉及的族人 居住人口數就已經突破萬人 我們工作一定會全力來打造 這第一站文化廊道 會一同把這火車站的東站 跟西站結合起來 再來竹東鎮還有一個文化大合成 把我們竹東鎮的音樂文化帶動 竹東鎮應該可以向國際來接軌 瓦吉傘作為竹東鎮文化廊道的第一站 圓客多元族群融合下 不僅在產業上串聯 竹東鎮也將成立原住民服務中心 提升原住民行政服務 一直以來新竹都以科技著稱 在外人眼中一度被蒙上文化沙漠 但在城市蓬勃發展之下 竹東作為新竹重要的文化枢紐 保留大自然及土地共存共榮的傳統 透過族人的創意 用樂舞串起打造體驗交流經營模式 瓦吉傘也將成為台灣都會區重要的圓民基地 有一次新聞 姚瑪亞巴都由密新竹竹東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